早前宣布停飞货机7日的国泰航空宣布明天开始 恢复大约两成的货运运力和维持大约百分之二的客运运力 国泰航空行政总裁邓建榮向员工发信说 由于机组人员最新检疫措施和Omicron变种病毒在全球示弱 政府宣布飞行禁令,令国泰决定减少运力 他说明白对客户和员工产生重大的影响 国泰会尽一切努力在条件允许下增加航量 并尽力协助员工 国泰早前多个货机机组人员违反家居检疫外出用线 并在本港全部Omicron变种病毒 政府之后规定货机机组人员需要在酒店检疫3日 国泰又宣布停飞货机7日